说完了林永健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老朋友 眼睛小魅力大的林永健 不过这一次林大叔是要进军大荧幕了 我们在电影《女神跟我走》 即将在5月1号登陆各大院线 包括有韩雪 林永健 还有李晶晶 宋丹丹一起搭档 这戏外的笑点和故事也非常多 但是我们怎么也没想到 其中竟然有一个桥段 是林永健和韩雪的吻戏 很好奇 一个急刹车几乎就让林永健 献出了他的荧幕初吻 不仅戏里吻得突然 戏外得知要拍吻戏 也让韩雪跟林永健有些措手不及 那时候都不熟过 你说上去就拍这种事 谁受不了 这个人也说他也 他比我的指路还这个 他连这么近的都没有拍过 我啥时候拍过吻戏 就我这摸着都拍吻戏 全员都能拍这种吻戏 所以我俩都特别的尴尬 尴尬归尴尬 但两位演员为了拍这场意外之吻 还是做足了准备 我虽然没有吻戏 但我还是吃过胡香肠 弄过舒服水的 就是因为太紧了 献哥说你晚上没吃饭 戏里为了一个吻 愁快的林永健 戏外韩雪因为没人追 锁住了眉头 事实上追我的人也特别少 那这是为什么呢 明明是女生 因为性格的原因 有的时候男生会觉得有距离感 当他觉得有距离感的时候 他就不太会愿意 可能是不敢吧 因为我可能平常生活 人间还比较冷 所以追我的人还比较少 而且圈子比较小 新了在线北京采访不到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